认真地去感知世界 接受不同的文化对自己的塑造 我觉得这个才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一年在路上192天 去了19个国家 一共要花多少钱 哪个国家最贵 哪个国家最省钱 大家今天好 我是大声哥 今天是咱们2024年的第一期聊天视频 今天咱们就一起来算算账 既然是因为算账 可能今天的这个视频 就稍微有一点点啰嗦 有一点点长 也希望大家能够耐心看完 OK咱们话不多说 弹幕抠一开始 7月底我去了趟南法 住在尼斯两晚 都是12平的标间 每天却要2000块 加上停车加油吃饭 日均花费3000 所以隔壁的嘎那和摩纳哥 我只敢迅速打卡 只玩了半天 当时我就深深地觉得 并不是什么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 而是敢于花钱的人先享受世界 尼斯当时给我的感觉 或者说整个南法给我的感觉 都是非常的老前锋 包括它的街道建筑 游客的那种感觉 整体的氛围 而且还是旺季 所以我觉得贵一点是能够理解的 但是下一个国家的物价之高 你可能真的想不到 沙特阿拉伯 旅行8天 一共花费1万1 而旁边的迷你岛国巴林 我只待了3天 同样也要日均1000次 这两国家的共性是欠缺公共交通 出门只能打车 比如巴林市区到机场 不到10公里 一口价300多 酒店价格都是欧洲水平 而且没有轻旅 也没有民宿 吃饭更是赶潮发达国家 所以自由行不太好省钱 既然说到中东了 那必须要提一下伊拉克 原本我以为伊拉克 应该是个类似伊朗 那种非常便宜的国家 没想到10天算下来 日均也要770 不过这里边包含了 我租车自驾的费用300一天 伊拉克酒店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便宜 朝近访客多的盛程 尤其是贵 景区门票也都是动辄100多块 不过有一说一 加油和吃饭确实都很划算 如果说到全世界物价天花板 我估计很多人应该会 马上想到北欧 没错 比如说挪威的超市里 一瓶矿泉水就要20块钱 可乐30块钱一瓶 但是关键是 挪威人从来不喝矿泉水 就是他们不会去超市里买水 他们都是直接喝自来水和直饮水 芬兰14天 我总开销12400 日均890 包括了租车2000多 话说这次我由衷觉得 芬兰是真的非常适合暑期旅行 天气好 凉快 人少 不贵 非常羡慕芬兰人 以后我会单做一期视频 展开讲讲 冰岛名副其实的贵 五天花费4000多 虽然看起来和芬兰一样 但前提是我们一共四个人 租车 酒店 吃饭 都有人分担 成本只是四分之一 可想而知啊 我要是一个人去 那得多高消费 说完这些贵的国家 就该揭晓今年性价比最高的国家了 在老挝 我一共待了27天 总共花费1万1 每天也就400块 前提还是我一个人住了好几天的四五百块的酒店 如果你选择30块的轻率 那日均消费也就不到100了 另外我意外发现 日本物价比印象里低了很多 在京都300块能住很不错的大床房 在东京30块能吃饱一顿饭 可比欧洲划算多了 汇率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今年的整体感觉是酒店和机票价格 相比三年前有大幅上涨 除了一开始说的暑期南法冰岛的惊人价格 就算是避开七八月的旺季 像德澳亿这种物价三线国家 酒店也得六七百起步 机票就更离谱了 夏天的时候 欧洲飞国内 直飞单程就要八九千 甚至一万家 转机也得六千多 欧洲内部 航程一个多小时 也动辄两三千 2023年 一共在路上192天 去了19个国家 除了阿布扎比和挪威罗普敦 是工作去的 其他的17个国家都是自费 总开销18万 除去买衣服 纪念品和黑胶唱片 旅行总成本是15万 日均781 不知道和你们想象的相差多少呢 我看大家之前的投票 大部分人猜的还是挺准的 当然 如果你有旅行搭子 人越多就越能比我省钱 或者说如果你能够提前 至少半年以上 把机票 酒店这些都预定好 也能省不少钱 那至于像我这种啊 就常年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路上 而且旅行随机性特别强的这种人 就注定要费钱了 OK那今天这个视频啊 不是一个穷游工日 只是想告诉大家 普通人旅行的一个 大概的开支范围 环游世界不需要家里有矿 但是呢 其实还是需要一定经济基础的 所以年轻人裸辞需要谨慎啊 当旅行博主更需要谨慎 那我当年呢是旅行了一年半以后 才开始真正变现 两年半以后才开始入能复出 所以想做博主的各位啊 不妨考虑一下 就是你现在的积蓄 能不能撑到你回本那一天 当然啊 其实我一开始旅行的时候 也没有想太多 因为我觉得旅行带来的这种 非凡的体验和认知的提升 也不是单靠金钱能够衡量的 认真的去感知世界 接受不同的文化 对自己的塑造 我觉得这个才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好那今天视频就到这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新年快乐 我们下期见 我是逆光继 带你一起实现 环游世界的梦想